大家好,我是莉 本周呢,因為我男朋友得了新冠肺炎 然後我必須要關在家裡,不可以跟人很接觸 所以我跟阿米就決定要大素顏 然後來教大家保養跟化妝一些心得啦 那新冠的這段過程呢,我們也有上會員區囉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歡迎加入會員啦 之前呢,就有網友很驚訝的發現 我們明明看起來才28、9歲 但是其實我已經快40了 我就來教大家要怎麼樣維持這個很幼齒的肌膚啦 我有一個堅持,就是我本人的肌膚是比較敏感的 我想要維持它自然的狀態,所以我的底妝會上得很薄 也因為這樣,所以其實我不需要洗太多次臉 我早上是不洗臉的 然後我晚上也是洗澡的時候我會順便卸妝 然後卸完妝之後就直接保養這樣 我只會用三種東西 化妝水,一個是乳液,一個是面膜這樣 而且真的就是只有幾款而已 所以今天完全是良心推薦 首先第一罐,化妝水 是Clinic Cain B Moisture Surge Hydrating Lotion 洗完澡就乾嘛,就直接這樣子 抹在自己的臉上 我本來是用別家的 但是因為別家的,就是我發現我越老之後我就是越敏感 我目前紅整的時候就改用它 然後目前的位置覺得蠻好的 我的乳液呢有兩罐 它是給乾燥肌膚用的 Moisturizing Cream Cicely Ecological Compound 我覺得欠碧很好的就是 它基本上都不太會有什麼香味 所以我其實還蠻不喜歡有香味的東西的 那基本上呢,這樣就完了 就我就不再做任何事情了 但有的時候因為 說真的 人老了這邊 像我這邊會有黑眼圈跟一些細紋嗎 它一個 這也是我在網上這邊買的 蘭蔻的眼霜 因為我早上有時候會覺得很乾 我其實不是晚上幫我去早上乾 所以這時候我最喜歡做的就是 敷面膜 這個就是最近我很迷的 VT的 C卡成分的面膜 你看我這一盒 它是30張 然後每一天都可以敷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正進 然後冷卻 然後保濕的效果 我想拿出一張 這張 世界上有蠻多面膜的 可是這家真的是 只要就是有一點覺得不舒服 去服它 而且我會 我還會把它冰在冰箱裡面 所以它的鎮靜跟清涼的效果 就更加有效 後來去查 C卡的成分 最近在韓國的保養就非常非常的明 日文叫Duboku 那個中文好像叫雷公根 反正就是一種草 然後那種草其實本來是草藥 然後是韓國人用來治傷口 發現它有一些鎮靜 還有一些讓你的那個 青春痘緩和的那種效果這樣 因為其實我跟大家說 我現在是完全看不出來 但是我小時候時候是那種 那個臉龐 就是臉頰這邊全部都是青春痘的人 我跟你們說我的人生真的是很第一次 希望大家就是我現在覺得 自己不是很滿意自己的狀態 你們還是不要放棄信心 有一天你一定會編更好 只是你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方法 所以後來我就是學會說 我盡量維持它的自然狀態這樣子 然後我的面膜也都會選選選 我不會選到我自己有很多刺激的東西 然後這個VT的C卡是真的真的真的很好用 所以後來剛好廠商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就跟阿米就兩個人就超興奮 然後他還給了我兩樣子 我現在都覺得蠻好用 這個是上妝前我用的 它是C卡的Creme 它其實算是Day Creme 然後我本來有在用另外一個那個 倩碧的Day Creme 它叫做Ratness Solutions Daily Relief Creme 真的很適合我 因為我就是會有一點點小紅種 所以反正不管是他或是他 因為他們都剛好綠綠的 就是很適合我這種就是有時候 皮膚會有點紅的人 沒錯 剛才那個眉膜其實有一個小夾子 但是我弄丟了 然後呢 VT還有出C卡的Toner 因為Toner其實呢 它就是讓你比較有亮一點的感覺 因為Toner其實呢 平常啊 我會綁頭髮 那邊是在這樣的狀態 我就會邊鋪頭髮邊綁頭髮這樣 哈囉是Amy 今天大素顏 因為Li說我們要來拍保養跟美妝 因為我的皮膚很乾很乾 所以我會用很多很多保濕的東西 我記得我小時候啊 很喜歡用歐美品牌的保養跟美妝 近年的話我就幾乎都是用第一刺激性的 然後主要是韓國的跟日本的品牌 先用這一瓶 Toni Mori的 Moji Toner 它其實是我最近才剛買的 所以我還不太確定它好不好用 只是因為還蠻多人推 然後因為大瓶 就是保濕化妝水就是要很大瓶 我每一天晚上都一定會敷面膜 然後剛剛其實Li也有介紹就是這個 BT的 SICA的面膜 你看 這支是Li弄丟的小鉗子 就是這樣把它拿起來 最近都戴口罩嘛 戴口罩的話其實很容易讓皮膚就是有一些刺激的時候 回家覺得好像狀況不是很好啊 就會選擇就是用這個SICA的面膜 我是一個面膜狂 因為我剛剛講我每天都有會敷面膜 所以還有兩款比較常用 這些都是韓國的品牌 可以介紹給大家 它是Milk的就是Repair Mask 它其實也是保濕的 怎麼講也是美容液特別多 我覺得特別特別乾燥的時候就會使用這個 還有每天用一樣的面膜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比較沒有效果 時常就是會換不一樣的面膜讓它保持它的效果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看起來很高級的這個東西 它叫做Peppuccito的一個面膜 就是會發泡的 然後我有帶去給就是Li啊 然後還有水啊 就是我們在住飯店的時候用 他們也都覺得很好用 它的話就是看老化 所以它的那個發的那個泡泡 其實有人稱它為說是塗的肉毒感菌 大概一個禮拜一次吧 就是等於是抗老化 然後讓就是皮膚再生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會有兩到三種 應該是三到五種面膜 然後會輪著用 然後面膜敷完之後呢 把它擦一擦 其實我平常都會把剩的就是不只是擦這個Decorte 然後還會擦手啊 擦這種很容易乾的地方啊 還有擦膝蓋啊 擦腳啊 就是全身都在擦 之後開始要用美容液跟碗霜 這個也是韓國的品牌 我有一個化妝品模仁的朋友 然後他同時是韓國通 就是他會看這個化妝品的成分 然後推薦我比較實用的 它的話就是這種 喔他快沒了 他的話是這種就是有一點點核色 然後稠稠的 這個的話他就是也是 類似抗老化 然後就是讓你保濕用 然後美容液塗完之後呢 再塗乳液 是一個韓國品牌叫Dr. G Red Filmish Clear Smoothing Cream 他的話呢其實他非常的水 就是可以看得到他有點不像乳霜 他其實有點介於乳液跟cream的中間 因為其實我很乾 但是我又不喜歡太黏稠的乳液 應該是黏稠的乳霜 所以他的這種就是很適合我 我平常的話其實就是會這樣子就是 把這個髮力紋往上拉 但是不能夠太拉扯 因為拉扯的話他會有刺激 反而對皮膚不好喔 最後的話晚上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喔這個超級超級推的 你看我一定要用完了買新的 POLA的リンクルショット メディカルセラム 就是除皺的 然後其實我們平常對於小細紋這種東西 其實不太在意喔 就是リ也不太在意我也不太在意 但是這支真的很好 因為你可以直接塗在你的法令紋上 喔這支出來 還有眼角這邊 按著這個紋路 然後往外推 而且他的這個質地是比較硬的 所以要推的時候可能要用力一點 然後晚上通常就是 塗完這個除皺霜 我就不塗眼霜 因為會太滋潤 這支真的超級超級推薦 大家沒事可以去買一下 這就是我晚上的保養 喔對我忘記講了 就是睡覺之前還會用這個VT的 它是護唇膏 這個也很好用喔 推薦大家 應該是說 晚上塗在嘴唇上的 嘴唇用的mask 然後隔天早上你就會發現你的嘴唇 非常的噗嚕噗嚕 就是不會有這種細紋在嘴唇上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白天的時候 其實我跟莉一樣 我也是不洗臉的 因為洗臉會太乾燥了 會用這個toner 我的這個是另外一個牌子 然後它其實是有兩個面 一個面是平穩的 一個面是有凹凹凸凸的 所以平的面的話 你可以讓它來就是整臉擦這個 等於是把化妝水給擦進去 然後順便帶走一些污漬 然後凸凸的這一面的話 它就是可以幫你去掉一些角質 然後早上的話 我其實基本上就是用這個 我就不洗臉了 然後早上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推薦大家的 是歐巴基的C25 它是濃度非常非常高的維他命C 所以就是在比如說夏天啊 可能有曬到或者是想要美白 或者是覺得毛孔特別粗大的時間 然後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會用它 快用完了天啊 它很貴 因為現在都在家工作 所以其實我不太會上整年的妝 可是其實如果你就只是保養完 就出門的話 對皮膚 因為還是會有很多髒空氣 什麼就不太好嘛 Dr.Jar 它也是韓國品牌 它其實是一個美容液的成分 裡面的這個乳霜是有一點點顏色的 它的這個塗上去的時候 就有點類似隔離霜 會幫你補正一點點臉的顏色 但是它基本上是美容液 就是美容乳霜 所以就是你不用卸妝 就是你晚上只要普通洗臉就好了 這種的話就是你不想要上全妝 然後但是又想要保護皮膚的時候 就還蠻推薦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韓國化妝品 其實蠻便宜的嘛 所以就是 不太會花那麼多錢 可是就是美容液啊 然後還有像這種精華液啊 就會用比較貴的 大概一萬多塊是幣吧 對 好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拜拜 OK 它長這樣 有沒有感覺是不是就比較 看起來像個人